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可以來講一下 江美人王國香甜蜂蜜罐的活動 這個活動還有連動第一個秘密訪客 我們先從第一個活動開始看起 我們這邊只要放上最甜蜜的蜂蜜罐 說不定會引來甜美的意外之客 所以任務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地標擺在我們家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地標還有所謂的倒數時間 按照活動字面的敘述 應該是時間完了之後就可以獲得獎勵 可獲得的獎勵清單就是有以下這樣子 應該是隨機的獲得啦 如果全部都可以拿到 就每天都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那真的是佛心低色狠起來 活動的話總共應該是可以拿7次左右 因為這邊有倒數嘛 再來第二個活動這個秘密訪客 是我們要拜訪好友的王國 就一樣有放我們香甜蜂蜜罐的地標 他們的地標會被熊熊入侵 一天的話總共可以趕走5次 就是趕走5名好友的幸福熊熊這樣子 總共的話活動一樣是7天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這邊只要花5天的時間 最多趕走25次 我們就解完全部的活動了 所以其實時間上真的是非常的寬裕 我們有2天的偷懶時間 官方給的這相關的獎勵也都算中規中矩 就是過往類似的活動 而且整體獎勵也算不差 活動的話總共就是這兩個 重點是下面這個 香甜蜂蜜罐的獎勵僅於活動期間內獲得 但活動結束之後 香甜蜂蜜罐將繼續保留 但不會消失 香甜蜂蜜罐這個本身也有倒數一天 就等同於我們一般的地標 我還蠻期待這個活動時間結束之後 可能這個地標會變成什麼樣子 即便他也變成一個裝飾物也沒關係啦 但是我還蠻期待的是他這個結束之後 變成是那種其他的那種小禮盒的方式 獲得其他的素材 這個是我個人私心是還蠻期待的 希望他也是一個不同的禮物地標 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下部影片見 掰掰